昨天我們聊到是亞速鋼鐵廠 怎麼樣一個情況呢 因為有亞速鋼鐵廠的前電工 他去撈賣 他去撈賣 他說出入口就在哪邊 你從那邊攻你就可以下去了 結果這個戰鬥就開始了 不過將軍我們來看 來這篇報導告訴我們的是 俄軍他攻亞速鋼鐵廠 行動失敗 因為守軍在奮戰之下 還是擊退了俄軍 你瞭解到的狀況 其實這兩天全世界都對於 亞速鋼鐵廠的攻勢 還有裡面士兵的英勇 佩服不已 那麼俄羅斯生不生氣呢 俄羅斯的士兵心意想不要再攻了 可是普丁非常生氣 因為快要到時間 時間快到了 馬上5月9號就要到了 聽說他還要在馬力坡 要做勝利的大遊行 怎麼遊行 一個亞速鋼鐵廠 一個釘子釘在那邊怎麼辦 所以他們出動了 我今天看報導爆了 他們出動了D20的大炮 我就一直在想 D20大炮是怎麼樣的大炮 我怎麼好像從來沒有看過 後來終於在俄羅斯的 這個軍事博物館裡面找到了 這個大炮 你說你是在軍事博物館找到 這個大炮 說句實話 現在還能用 真不簡單 因為在博物館裡面 所展現的 除了這款炮之外 還有他的兒子 就是62415公里的榴彈炮 他的出產的時間 說句實話 還沒有很久 1955年出產的 那是他兒子 還不是這款D20的大炮 他的兒子衍生品是1955年出產 他的爸爸怎麼瘦身的 到目前為止 不祥啦 不祥 所以一個國家的作戰 可以從T90M被打爆之後 出來的應該是更精銳 我那時候一直在想 會不會出T14的 超級戰車 沒有 他拿出了D20大炮 他再把T14拿出來的話 閱兵的時候就沒有戰車 可以開出來了 再被打爆伏冰就瘋了 對 再打爆就瘋了 所以他居然拿出了 那種周罵級的 你知道嗎 這已經不是 已經不是一般的父親 祖宗級的大炮 D20 開始對亞素鋼鐵廠 狂轟爛炸 他的口徑 最後查的也是 155公里的一個榴彈炮 他的射速 也是非常的阿公 一分鐘兩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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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打一發要30秒 再打一發 然後連續打三波 就必須要休息 因為不休息的話 他那個年代 周罵級的 他那個炮口的煉鋼 還沒有那麼好 越打他會越近 因為那個炮口的彈性變大 第一發 哇 可以打7公里 第二發 第三發 第三波打下去的時候 可能只能打到3公里 他有點類似 我們在投那個三分球 一開始都很準 後來就是變成麵包球了 對對對 越投越沒力 所以他用這種方式 來打亞素鋼鐵廠 打完之後呢 那當然雖然舊雖然老 這個越老越舊的炮彈 他的火藥會越強 因為早期沒有什麼人道主義 沒有反正越大越爆破的 越可怕越好 打完之後現在 亞素鋼鐵廠裡面有沒有損傷 有損傷 剛才桂亞講了說 好像有一群人開始在做 這個俄羅斯的料杯 告訴你說這裡有通道 哪裡有通道 其實我覺得烏克蘭 已經慢慢體會到 為什麼這麼多料杯 但是這個我後面跟他講 這料杯要哪裡來的 另外再跟他說一件 現在俄羅斯即將要到達 5月9號的大線了 他現在開始在馬力波做什麼 在做cosplay你知道嗎 在做cosplay 因為他沒有那麼多戰俘 他沒有抓到 因為這些烏克蘭的士兵 這些俘虜 就是寧死不屈 那就算你找到了 他也是寧死不屈 最後就是為國殉職了 可是那怎麼辦 大遊行缺乏戰俘 怎麼辦 把馬力波的老百姓找出來說 你把烏克蘭的軍服給我穿上 我又不是軍服給我穿 你就演戰俘 你就演戰俘 對 演得越悲情 然後越後悔 那我們就不會為難你 我從來沒有 我聽說過 在一個進步的城市裡面 看到了漫畫動漫展 可以做cosplay 我不知道原來戰場 戰勝的遊行 也需要cosplay演員 他把這些馬力波的老百姓 就強迫他穿上烏克蘭的軍服 你就是軍人 我不管你 你就是軍人 你不從的話 對 那就很慘 所以這些都是俄羅斯 即將要在大勝利的那一天 勝利紀念的那一天 要做的荒唐式 馬力波出現了 其他城市會不會出現 我覺得會同樣效仿 因為他們這種專制的國家 就是一竿子插到底 馬力波這樣做 其他城市也這樣做 你沒有戰俘就表示你沒有戰功 你沒有戰俘就表示你的作戰不利 所以這個cosplay會很多 大家以後可以看到 很多長得不像烏克蘭本地的 其實也很像 都是斯拉夫民族 穿上衣服誰知道他是誰 可是他的臉上的那種表情 絕對不像軍人 因為軍人穿的軍服 或是穿的便服都像軍人 你看我穿這樣 人家說你就是軍人 我很奇怪 為什麼你已經有那種 養成那種感覺了 那你一般的百姓穿的軍服 那就不是軍人 所以很容易看得出來 所以我們等著那一天看笑話 另外再跟他講一個非常非常 讓人家心痛的事 就是到底亞蘇冈那場裡面 這些料白啊 這些告密者是怎麼出來的 大家可以看到一些 這是什麼 這是俄羅斯的戰俘 你看全部趴地上 這是烏克蘭的軍隊 你看趴得滿地都是 剛開始我以為是陣亡的 其實不是 每個都是活的 都會動 就跟上海包在黃布裡面 都會動 都是活的 那這些人呢 是不是都是真投降 是不是都是真投降 你要找到亞蘇冈那場的入口 最好的方式怎麼辦 就是讓士兵帶你進去 這些人有些是炸降 是炸降 就是說 我跟你講 那個俄羅斯普丁 真的很可惡 我們長官都打我 所以我根本不想來打仗 所以我決定 換一換標誌 我就變成烏克蘭 我跟你们一起抵抗普丁 普丁很可惡 那當然烏克蘭的士兵 初期就是認為說 不錯 我們這個烏克蘭 終於感化了一些 這些禽獸 這些士兵都跟我一國了 就把他帶進了亞蘇鋼鐵場 後來發現裡面有很多人是什麼 是內應 假裝炸祥 進入了鋼鐵場之後 把你的鋼鐵場的事情 地道 全部傳上去 還好 他們烏克蘭有做第一層的考量 就是這些人 我還沒有測驗你的忠誠度 我只帶你到地下一層 二層三層沒有進去 所以為什麼可以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就在地下一層就把這些細做 這些廖別亞全部給肅清了 就是這樣全部抓到 所以後續再找到任何的戰俘 亞蘇已經不這樣幹了 不帶到亞蘇鋼鐵場了 就往外面帶 因為這是當時太相信人類的善良了 可是不知道 俄羅斯的軍隊與俄的距離非常近 不是他俄羅斯就俄 他真的很俄 就用這種方式來挑撥 做很多的壞事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 這個烏克蘭的軍隊對戰俘沒有虐待 可是俄羅斯不一樣 俄羅斯不一樣 俄羅斯有一些人已經撒紅了眼 喪心病狂 他還打電話回家 跟他的母親講什麼 他說我跟你講 我們現在在烏克蘭的作戰的場地 我們抓到了一個烏克蘭的士兵 然後我對他極盡凝虐之人士 這個多殘忍 我覺得在節目上講 我都覺得心裡有點毛毛的 他把他的手指放在他的中央部位 然後給他拍照 說這叫做戰爭玫瑰花 然後他的母親應該是說 兒子不可以這樣 這樣會有報應 這樣子上帝會處分你 他媽媽說不是 他說我聽到你這樣子 我都覺得好興奮 所以你看這個整個戰場 已經讓人泯滅人性了 還是說因為他這些通信 他這些軟體 這個士兵怕被普丁的秘密警察抓到 所以故意這樣寫 這都是有可能的 否則我覺得一般正常的人 不會這麼沒有人性 而且是軍人 本身軍人他是有武德的 絕對不虐待戰俘 因為你也不知道你什麼時候會變成戰俘 如果你這樣虐待戰俘 讓別人知道 讓敵軍知道了 當你被捕獲變俘虜的時候 你會更慘 所以我充分的感受到 這些除非這個士兵已經喪心病狂 精神上有問題 才會做這種事 要不然就是為了取悅他的上級 怕他的上級看到這些文 就是外宣文宣傳文 讓他的上級讓普丁覺得 這個士兵非常忠誠 回去想要升官 才會做這個 他的名叫什麼 他的名字 其實也滿好聽的 叫做康斯坦丁 不是那個驅魔神探 康斯坦丁 他做的事情是人神共憤 這種方式對於俄羅斯來講 這會變成真正的戰爭犯